今天带大家看锦绣南哥第52集 刘亦轩在冷静之后理清了头绪 便索性顺水推舟 伙同查案 王公见状趁乱推翻火油 强行带王子金逃进密道 沈丽哥也紧随其后 王子金得知王公害死沈师父子后 痛不欲生 哀求家父收手 可王公却不知悔改 引得王子金紧握定情信物拔剑自吻 而陈绍迅也随后被找到 但却备废武功 身中剧毒 令沈丽哥的内心痛上加痛 很快王公被依法斩首 刘亦康也将上书台交给刘亦轩管理 随后刘亦轩亲自登门道歉 沈丽哥也表示不计前嫌 另一边空城对陈绍迅悉心照料 沈丽哥也前来探望 此时的沈丰准备迎娶梅起 可梅起却愁眉不窄 沈丰猜他思乡心切 索性邀请盘古族人前来 令梅起大为感动 刘亦轩亲自来狱中替婉儿送行 感叹二人有言无分 而婉儿遇见陈绍迅 但却因罪责加身而无能为力 刘亦轩见状地上陈绍迅困于地牢时的亲笔信件 信中表明他并不怪婉儿 婉儿渐行落泪 无憾踏上流放之路 刘亦轩也按下决心等他归来 随后刘亦轩来到沈府送上鹤里 并留在沈府吃饭 沈夫人也把他当作亲儿子一样看待 三宝和小新也洗劫连礼 沈丽哥等人都送上了祝福 谢云之更是带着孩子们送上了一副家旅会图 自此之后 众人暂别以往烦扰 刘亦康和沈丽哥也愈发恩爱 奈何皇帝呼吻 沈丽哥出自朱雀盟 便令刘亦康在三日之内处决离妃 以保皇族威严 然离妃身为朱雀盟一员 恐隐朝中非议 而让四弟无法自主 望三日之内处决之 殿下怎么会这样 我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事件 此时万万告诉李飞 好